高雄市市長 在這樣子一個節骨眼上 我應該要做一個正式的聲明以及表達 這是比較負責任的 千呼萬喚 韓國瑜到底要不要參選2020答案在這裡 在擔任高雄市長的這段日子裡 我深刻的體會到只有台灣好 高雄才會更好 只有台灣能夠改變 我才能夠真正改變高雄 不只是高雄 韓國瑜還想改變台灣 直接站上選總統高度 韓國瑜的話越說越明 我生在台灣 我也長在台灣 將來我會死在台灣 我也會埋在台灣 我是愛中華民國 對中華民國的發展及守護 我願意負起責任 不計個人得失榮辱 只願能夠改變台灣 願天佑台灣人民 天佑中華民國 現在身為高雄市長 卻有人逼韓國瑜必須先表態 要主動參加國民黨初選 韓國瑜明確回應 對中國國民黨2020年總統大選 此時此刻 我沒有辦法參加現行制度的初選 長久以來政治權貴熱衷於密室協商 已經離人民越來越遙遠 臺灣的政治改革已經刻不容緩 希望國民黨內的高層能夠體察民意 關注社會脈動 重視庶民經濟 勿忘世上苦人多 語重心長 韓國瑜不計榮辱勇敢承擔 國民黨最強棒 正式站上選戰擂台 記者綜合報導